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来看到的是一般书包的印象 应该是小小的 装书刚刚好就好了 但现在来看看 士林高山的书包 却是整整大上了一号 而且摆在学校最醒目的校门口 让大家想不注意都很难 这个花了将近百万元的书包 到底是有什么用意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现在看到这个大书包呢 它整整有两层楼高 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 学校的新地标 士林高山广告设计科的师生 发挥创意设计了超大的书包 就摆在校门口 除了希望可以打响学校的知名度 现在也意外成为 学生课后聚集的景点 3 2 1 这个黑色士商大书包 长700公分 宽200高500公分 拿来和一般的书包比一比 大小真的差很多 大书包除了体积大 就连打造的费用 也是花了将近百万 让学校的师生 似乎有点意见 我们并没有通知到 所谓的负面评价 大家都蛮喜欢这个书包 我觉得有点浪费 我有心疼 一点点 学生坦言花费 巨额打造书包 的确会觉得浪费 但是能有这么另类的 学校景点 大多学生还是很买单 喜欢这个书包吗 这个大书 喜欢还是错 看到这个书包 第一 一开始确实有点吓到 不过后来想想 就觉得它还蛮能代表 学校的 大书包除了鼓励 学生发挥创意 书包本身还是个大饱和 要学生把十年后的志愿放进去 原本是打造书包 是要赋予教学的意义 没想到意外成为了 另类的观光景点 中间新闻 李文斌 陈世宇台北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